昨天这么接触到史卡拉了 什么是史卡拉 一句话总结 加把语言 脚本化 进词里 里边有很多概念 有没有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里存什么东西 静态成员 在这里 还有类呢 类就是常规类了 还有treat吧 treat是怎么弄一下 接口嘛 对不对 史卡拉里边定义函数 用哪个关键字 def 对吧 它定义的形式 是先写函数名参 然后跟参数怎么定义 先写参数名 再写参数的类型 对吧 它的返回值如果要是没有 用哪样 用unit 对吧 然后等于的话 是不是这种 这样吧 如果你就一条语句的话 那你就可以省略这个 好像还有一种叫做过程 过程是什么 没有等号 对吧 这叫过程 还讲了两种变量 一种var 一种value 我们这边 这是常量 这是变量 对吧 还讲了一些就是圆 还记得脉筷吗 映射是吧 够造映射怎么够造呢 是 这个符号 对吧 这是k到v嘛 是吧 k到v 他还讲了一个圆组 圆组怎么用 是taple是吧 你直接用小个号 扣起一堆数字 或者一些数据 它就是圆组 叫什么 叫做taple taple有没有这个 元素的限制 最多多少 二十三还是二十二 二十二吧 map 它是这个kb 还讲了一个循环 循环的话 万要循环就不自作了 对吧 很简单吧 但是那个复循环 要说一说去吧 复循环是怎么样 这种语法 一处十 kb 然后呢 再运行 他讲过一个 集合生成语句 加什么东西 也有的 对吧 还有一个守卫条件 什么意思 对吧 Skada里边每条语句 都有反黑值 应该说都有值 它的值 怎么算的 最后一条语句 对吧 最后一条语句就是值 那么如果要是复制语句呢 复制语句没有没有值是吧 没有值就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unit 怎么表示 一对小块 那么我可以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它就等于什么 小块 是不是也可以啊 前面这个类型不加行不行 行不行 可以 所以 因为它可以怎么办 它可以怎么办 defer 叫做推断 type defer 就是类型推断吗 对吧 所以它可以通过类型推 是这个一段 通过类型推断 知道你是什么类型 但是在有一些情况下 它必须声明类型 什么情况下 函数的地规定 函数地规定 这个返回值啊 对吧 必须要声明类型 知道吗 OK 这是昨天讲的内容 Skala要用的话 怎么用啊 是不是有个SkalaC啊 对吧 SkalaC 是不是编译Skala文件的 对吧 这个不编译行不行 也行嘛 对吧 直接用Skala 去执行Skala文件 它其实已经包含了编译和执行的过程 对吧 这是Skala 今天我们看一下 还有哪些内容 还讲过一个拉链的操作 还讲过速度 对不对 速度怎么定义啊 Array 一定要注意 NewArray 这里边写100 和直接写Array100 有什么区别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100个元素 对不对 下面呢 一个元素 对吧 一个元素 值是什么 值是100 那其实它调的什么方法 还记得Apply吗 对吧 这个 在Skala里边或者Skala里边用的特别多 尤其是字符串 字符串号码如果加上一个括号写上一个数字 它什么意思啊 X8 就是取第几个位置上的字符 对不对 取第几个位置上的字符 它等价于谁 Apply 对吧 一 以后我们自己写类也可以这么写 还有讲过一个单例对象 其实单例对象就是object 对吧 它里边放的什么 放的是静态成员嘛 Skala没有静态概念 对吧 如果你要想做静态 就把它放到对象里去 他还讲过一个半生对象 还记得吗 Com Companings Companings Object 什么是半生对象 和谁同名 和类同名 而且必须定义在什么 一个Skala文件中 这是半生对象 半生对象 它其实就相当于把你的原来加瓦中的类 静态成员和非静态成员 直接拆成两部分 对吧 那么你在访问的话呢 你就可以用半生对象去访问静态成员了 好像还讲过一个包对象 package 是吧 object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包对象它最终要生成一个包 对吧 然后在包里边它有一个类叫做package对象 是吧 package是什么东西 class 里边也是一些什么东西 也是一些静态的成员 如果要跟整个包相关的 你就可以放里面了 好了 这是对于它 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内容要解啊 盖赛的过了是吧 不说了 还有主构造和辅助构造还记得吧 主构造和辅助构造就是定义一个类 主构造在哪里啊 在内面后面是吧 对吧 好 这是主构造 那辅助构造是什么事情 类似定义是吧 可以带三包 可以带三 对吧 那么第一行它是要掉谁 是不是掉主构造 对吧 也可以掉其他的吧 对吧 掉其他的 ok了 呃 还有千套类就不错 对一下 刚说过 特质就是接口 包的引入 这就很简单的吧 我们就不看那个 特别复杂的包 没有意义 有一般情况下 也没有人去定义那么奇怪的包 继承 继承的话也很简单了 对吧 就是extend 大家看一下扩展 这个类是否扩展这个类啊 这是什么代码 scala 对吧 所以scala的扩展 就是extend 扩展也叫什么 class dog extend animal 对吧 这就扩展了 那么你还可以重写方法 重写方法叫什么 override吧 对吧 就加上一个override def是吧 比方说run 这是过程还是函数 如果你不加它去过程了是吧 override就是 重写 也叫覆盖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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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重载是哪个单词啊 不错 重载是overload的 对吧 重写 是override 类型检查和转换 类型检查和转换 诶 加瓦里边有没有一个判断 就是add instance or incidence or 类型检查 类型检查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判断是吧 判断这个对象 它是不是这个类型 知道吗 ok了 那么我们用一个 A 等于100 我说A 它是不是 这么串 按下子 意思就是 boop 有吧 中括号里边贴上你的类型 啊 它是转换 它不是判断 对吧 应该是E字吧 是不是E字啊 警告 它说不能测试 哦 它不是什么类型 它是引用嘛 对吧 哦 如果这个类型 它是个引用类型 它不能测试 什么意思 有没有E字 呃 A.E字看一下 啊 E字instance of 是吧 这是哪种类型吧 哪种实例主的 instance of 哎 它里边也有什么 也有幻型 哎 它说这是什么 它说这个类型 指类型 它是引用差 就不能测试 是吗 那这个里边怎么写的 呃 这是转换是吧 这是把这个I 把这个P的类型 转换成什么类型 员工类型 对吧 他说要 如果要测试某个 对象是否属于某个 给定的类 那么就讲什么 可以用这个E字instance of 方法 如果测试成功 你就可以用它已经转换了 那对 这里是什么 这是引用类型 对吧 我们刚才用的是支付串 定一个类 那谁啊 animal animal dog ok 呃 我说还可以做一个dog的呀 dog 然后继承 animal 咦 animal 那么我们现在用一个dog对象 d吧 new dog 那d 我们说它 is instance of 谁呢 animal 哦 这是true 对吧 这个判断它是不是什么对象 那么如果要是 它是第4D对象 就可以asinstance of 对吧 asinstance 谁呢 animal 那这就缺乏什么 相当于类型转换吧 对吧 所以类型检查和转换 它等价又加吧 它等价又加吧 这么什么 scala 你可以先定义两个类 那么就是class animal animal 对吧 然后再定义一个类 dog 继承是它是吧 extend animal 括弧 然后呢你还可以创建一个对象 对吧 d等于new dog 但是我判断一下 这个dog它是不是animal对象 我用的是d的吗 e instance o 对吧 中间加什么 加animal 它的反位值就是处 它等价什么呢 它等价于e instance 应该是java中的什么 instance o 对不对 所以它等价于java中的instance o 那么如果我要想把它转换成对象 a 点什么 and instance o animal 那么它是不是可以用变量a 来代替啊 它又等价什么 它等价于加分动的强转 强制定型转换 对吧 强转 那么语法什么样呢 就是在前面加什么 就是在前面加什么 animal 对 这对吧 加完语法 scala里面变成了s 对吧 还有 那么如果s空的呢 如果p是空的 则它也会反应false 这比较好吧 对吧 它不会抛什么 不会抛空人一场 那么p.add instance of 它也会反应空 那么如果它不是 它就会报价 对吧 这是强转任性失败的 对吧 那么如果你要想测试p指向的是一个对象 但又不知道它的指类的话 可以用哪个 class of 对吧 class of是加什么是 就是p.get class 它等不等于哪个类是吧 所以p d d点什么 get class 看见没 它什么类 它是倒的类 那么这个类 它返回的这个变量 是不是class的一些 对吧 对不对 类描述符嘛 对吧 加完里面的一个反射 加完的反射 经常用这种手段 对吧 就是class 所以我们想想得到一个类的对象 得到对象的类 那么它也得什么呢 对象 对象 get class 它定义等级 等级于什么东西 等级于加价中的get class 对吧 等级于它 那么我们判断这个类 它和某个类是不相同 那就get class它等于什么呢 它是否等于class oh 是吧 哪个类 talk 是吧 是否等于talk的 消息了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地点get class 它等于这个class to 等于 对吧 它就delay 它等于animal class相等判断的是精确 精确判断 意思的是 or不是模糊判断 对吧 所以这个是精确判断 精确比较 ok 受保护方法 除了太子就不可能 还有超类的构造 如果你的超类带构造参数 那么你的复制怎么办呢 你看 你在继承这个person的时候 要传他嘛 那么你要把谁呢 你要把这个员工类的参数传给他 所以他是跟前面保持一致的 那么你想我们可以做什么 做一个 就拿他来说话吧 如果定义这两个类 所以他们有参数 在这吧 给他定义了一个参数 我说可以交代啊 如果是value的话 他只有get 没有side 对吧 因为他是场量 给他个名字吧 死郡 但是我对于这个dog类啊 他也有死郡的 同时他一个年龄 年龄呢也是可以变的 所以age等于什么 冒号int 但是我在继承他的时候怎么写 我继承他怎么写 你要把你的名字传给他你知道 对吧 因为这个类似 带参数的构造 所以要把它传进来 OK 我们看一下行不行 OK OK的 没问题 把他也考过来 单贴 override 什么意思 错误 overriding 他需要什么 他说需要一个override修设署吧 对吧 他需要override修设署 这个migia value migia value 因为他是常量 是吧 常量的话 你在负列里边 紫列里边有这个名字 负列里边还有这个名字 需要加个override 那我不加他了 我把这个拿掉 这可以是吧 诶 这个问题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定一个dog d 6dog 是吧 诶 哦 这个名字吧 因为你有点餐嘛 好 12 那d.name 有吗 有了 这就是他 诶 那大家你看 我们在定义一个类的时候 我要在构造里边存餐是吧 我能不能给他一个固定的值 能不能 也可以 就像默认子一样 对吧 那么你这回 通马斯 d 又到了 又错了 谁 通马斯 对吧 因为没有覆盖吧 没有覆盖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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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这么干 咱们就要 副类 从子类里边 取材 就行了 对吧 这是对于他的继承 这件又叫什么 拿掉 可以了 那么还有 这是加入代码不可拿 这个可不可 还可以重写字段 那么你像这个 这个字段 这是person 对吧 这个是不是子类啊 对吧 子类的话呢 这个value 它其实要变成这个 层面面量的 对吧 那么子类里边也定了 那就可以加个override 把它给它覆盖掉 这些都是一些比较 这个 用的很少地方 我就不说了 匿名子类 匿名子类就是匿名内部类对象 对吧 匿名对象嘛 所以你有一个他嘛 对吧 这也是可以的 还有抽象 抽象类的话咱们 是不是也做过 我把一个类变成抽象的 那么这里边的函数呢 就是抽象的方法体的 好 所以和这样一样 你可以用抽象 来标记不能实力化的类 通常呢 这是因为它什么 某些方法没有完整定义 那么你像在这里边定义 这个函数啊 如果没有方法体 它就是抽象方法 那么抽象方法所在的类 就必然是抽象类的 所以这必须得加什么 必须加它 那么我们要做个例子 抽象类 抽象类 我在这里边定一个函数 def 叫run吧 什么都没写 这能通过编译吗 能不能 看一下 做错了 对吧 这个类animal 它需要是抽象的 由于方法它运行什么 因为用run方法 它没有定义具体的内容 但是这个抽象方法 是不是不需要加抽象关键字 只要你别定义方法体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就没问题了 ok了 对吧 这就成了 这是抽象方法 所以这个类 应该是一个方法 是吧 它就是抽象方法 没有什么 没有方法体 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抽象关键字定义 修饰吧 还有抽象字段 那么抽象字段就是没出出话 对吧 未出出话字段 就是抽象字段 value id 抽象字段是不是得定义类型 对吧 因为它没有推断了 抽象字段 没有出出话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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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便不说了 没做到价值 scala继承的层级 这要说一下 scala类型的层级 其实就是类型数 对吧 加法中所有类都使得指令 object 对吧 那scala呢 看一下 看一下 它就any 对吧 那这个什么东西 这是trade nothing 这也是trade now 那说明now和nothing 都是什么东西 都是接口吧 对吧 那这个any呢 看一下 和加法的基本类型 相对应的类型 以及unit类型 都扩展的是什么 anyvalue anyvalue 是不是指类型 加法类型不分两种吗 指类型和引用类型 那么在scala里边有没有指类型 ingvalue 是吧 它就是指类型 昨天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ide啊 ide里边scala这个吧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anyvalue啊 有吧 anyvalue它也不是trade 这不是抽象类型吗 对吧 它继承谁 它继承了any 有any 哦 没有下载原码 download 这个点击下载原代码 没稳 这什么时候的下载 没想要 没走到 失败 看一下吧 any anyvalue 还有anyref 它们都继承给 它们都继承于any 对吧 对吧 那么我们说继承怎么做呢 继承是这样的 是吧 对啊 这是继承 any什么 anyvalue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anyref 对吧 那这些直类型 这就是引用类型 看一下这个scala的直类型 你像这些基本类型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都是直类型啊 对吧 所以它的直类什么 这是继承嘛 这是继承嘛 对吧 有int 有 blin 是吧 不能吗 bite吗 这就是基本类型啊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看这个 unit 是吧 它是直类型 那ref呢 anyref 是不是有就是这个加法中的scala的类啊 对吧 类和 scala中的类 就是各种class的 对吧 各种class 就是引用类型 ok 那么还有比较特殊的 就是什么 nothing 是吧 nothing 有nothing吗 nothing 是吧 看一下scala里边这个nothing 它是一个抽象类吧 对吧 这不是nothing 这是nothing 道路符啊 nothing 哪个 再个 嗯 我这个是不是不对啊 我看一下这个pom啊 我把这个pom加进来 呃 在pom里边咱们可以把谁加进来呢 把scala scala这个 刷新吧 对 把这个scala的这个桌标扎进来 scala 有吧 scala 酷 二腰 刷一下 看一下nothing 这儿 诶 这是 哦 这儿呢 这儿呢 是他呀 诶 这儿呢 诶 这儿呢 是他呀 诶 这里呢 诶 诶我现在怎么没有 怎么点不到原代码呢 我给他点去呢 是不是这个版本太高了 211吧 210看一下 诶 210是 对吧 刷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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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等一下有码是吧 等一等 这都是 这都是这个反变意的 是吧 这是原代码 看这个吧 nothing 它有这个tweet 这是两个什么 nothing和now 是吧 它是所有类型的子类 所有引用类型的子类 那么所有引用类型的话 那就是他俩吧 对吧 就是他可以给任何什么 引用类型复制嘛 对吧 那nothing的话 是可以给所有什么 类型的子类复制 他 就任何质都 任何类型都可以复成i-net类型 对吧 任何质都 任何质都可以复成nothing类型 我们先给他过去 呃 有两个比较特殊的 这是什么 now 还是nothing 可以了 那么对象的相整性 那就是重写的嘛 e-code方法 对吧 这也不看了 好 呃文件 文件